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Sarri Wars參數羅文篇 那這裡就是要教大家怎麼去繪一個真實的羅文並導入3D列印 那這裡我是做過相當多的作品 是可以實際的跟羅斯羅帽做搭配的 它是真正的真實的羅文 那這邊很多人可能會想要自己畫羅文 但卻不知道該怎麼畫 那這邊我就會教大家 但是我的教學會比較不一樣一點 你並不一定每一種羅斯都要重新畫一次 這邊我教大家是非常實用的 你只需要畫一次之後 剩下的就是使用數學關係式更改參數 它就會直接幫你畫好了 是很方便啦 如果有興趣的想學的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在進入參數羅文篇之前 你必須要先學會怎麼用螺旋曲線來畫出我們的羅文 那這邊呢從特徵的曲線這裡 我們會看到螺旋曲線 我們就運用這個指令呢 畫出我們的路徑 然後再畫一個草圖當作輪廓 那使用這裡有一個掃除除料 把它除掉掉之後呢 產生一個羅文 那這個呢就是畫了一些步驟 那這邊呢我會做的比較快一點 直接做示範 那這裡呢 建議你有使用過沙利沃斯的一些基礎 再來做這一塊的學習呢 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裡呢我就直接示範了 點選螺旋曲線之後呢 它要你選擇一個平面 你選上面或下面都可以 或是你直接建立一個新的平面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直接點選這裡 進入之後呢 它會要你選擇一個 它所參考的圓嘛 那假設這邊呢 我把它畫一個8.5 畫完之後呢 直接結束草圖 那這裡呢 它會要你輸入一些參數 這裡就會給定一些東西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它會有選擇的嘛 那我這邊呢 比較習慣的是用 高度 以及螺距 這裡 那我是用固定的螺距 那方向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方向是這裡 高度我假設是30 跟我們的 外型是一樣的 那螺距呢 假設是1.5 這樣子呢 它就會做出了這樣的一個路徑出來 那做完之後我們按打勾 再來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平面 來跟這個螺旋線呢 做垂直 那這裡呢 因為剛剛有設定是270度 這個方向的話 前四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是跟它有做垂直的 好的好像沒有 我再回來更改一下 我把它的其實角度呢 簡單一點把它改成0 0的話 那這裡呢 看起來就是這個方向嘛 那就是右四 那我就直接進入草圖呢 畫一個三角形 那這邊呢 因為我是私意的 我會畫比較快一點 那這裡呢 如果你有學過 掃出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的草圖輪廓呢 需要跟我們的路徑做相切的 那我來示範一下 就這樣子做相切 更正一下 是貫穿 那我就不給它尺寸了 先 就示意一下 那這邊呢 細節就讓大家去參考 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 那畫完之後呢 我就 直接按少數除料 按了呢 它會要你先選擇一個輪廓嘛 那路徑呢 就是我們剛剛 所做的這個螺旋曲線 按完之後呢 它就會預覽出來 基本上這樣呢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我們直接按打勾 這樣子呢 就可以看出說 我們做出了一個 螺旋的螺紋 那當然這不是真實的螺紋 因為我們都沒有給真實的尺寸嘛 那我們最主要呢 先要先學會 怎麼去把這裡 做出來 那後續呢 再用數學關係式 把它連結在一起 這樣子就變得非常方便了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要正式進入 參數式繪圖的數學關係式 那這邊呢 是透過說真實螺紋呢 它的一些參數 怎麼去建立的 那這邊呢 我已經給大家呢 整理過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研讀 或者是說 你直接參考我的做法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呢 我們需要先進入的是 數學關係式 那我們從工具的 數學關係式裡面呢 直接進入這個畫面 一開始呢 我們需要輸入整體變數 整體變數這裡有五個 主要是第一個是大D 是我們的直徑 那一開始呢 我們需要先輸入一個數值 那我建議呢 各位可以參考我的 直接輸入一個10 那P呢 就是螺距1.5 小D呢 就是我們的雅底 雅底呢 就是大D-到 括號 1.082532 乘以Pitch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螺亞高度 H 等於0.866025 乘以Pitch 那最後呢 是我們螺亞高度L 那我這邊給它一個25 那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去畫出 我們這樣的一個外型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先畫出來 這邊我就不再做細節了 那這裡呢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外徑呢 是連結一個大D的 主要這個主體 連結完之後呢 導角我是沒有給它一個 連結參數的 我這邊是給它導一個1的導角 那這裡呢 螺旋線呢 一樣把它畫出來 那這裡呢 這個 圓呢 我也希望是給它一個D 大D 外徑 畫完之後呢 那這裡呢 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連結我們的螺距 以及螺亞的高度 那這裡呢 怎麼做呢 我們從這裡 螺旋線把它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這裡有兩個 數值 那我們就點一下這個 這裡呢 按下去之後 因為這邊它已經連結數值了 所以我沒辦法去選擇 你把這裡呢 複製起來 這個也是一樣 高度也是一樣 那就以此類推 複製完之後呢 我們把這兩個貼上來 好 貼上來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可以去設定 數學關係式 那剛剛第一個我們所選擇的 是螺距嘛 螺距給它一個雙引號pitch 它就會連結得1.75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給它的高度呢 是L 那這邊我會給它一個L加5 原因在於說我讓這個平面呢 我所做的這個螺旋線的平面呢 是平移這個底部的5mm的 所以我從這裡往上做呢 這樣子 我是做這樣的方式 因為這樣子 在螺旋線的最底端呢 收尾會比較漂亮一點 我的做法是這樣 再來呢 我們就要先畫一個輪廓嘛 那輪廓呢 來做少數的動作 那這邊呢 可能最主要是這個輪廓 要怎麼去畫出來 那我就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呢 我讓螺旋線給它顯示出來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畫出這樣的一個外型 那這裡呢 讓大家看一下喔 這裡呢 需要去連結 連結我們的參數 那這裡呢 我是給它一個小D除以2 因為這邊是半徑 這裡呢 我是畫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之後呢 這裡 連結起來 這裡都是一個參考的 那 這個圓呢 因為這邊的尺寸限制住之後 這邊也會跟著限制住 所以不用擔心 那這邊 角度呢 是給它一個60度 那這個5呢 一樣是因為剛剛平移的5 我從這裡開始做 所以我給它一個5 那這邊 還有一個尺寸需要去連結 這裡 這裡 就是一個 H出以4 這邊有興趣的呢 可以去研讀一下 螺旋的做法 那這邊 大致上 連結是這樣子 連結完之後 你直接做掃除 那基本上呢 這個真實的螺旋呢 就被你做完了 那這裡呢 所介紹的是 M10XPG1.5的一個真實螺旋 那做完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參數了 怎麼做呢 我後續會再來做一個講解囉 那最後總結示範呢 螺絲的頭呢 我是最後畫上去的 因為如果我連結了螺絲的頭呢 比較容易這裡呢 不好處理 會出現錯誤 那這邊呢 我就只有螺雅呢 運用參數來連結在一起 那這邊呢 參數呢 最主要是 我們要能夠去更改它 那這裡呢 我就示範一下 我改成8 然後PG是1.25 我們來看一下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按完之後呢 我直接按確定 我們就會發現說 它的螺絲呢 已經被參數連結 並且跟著移動了 我們看一下 它這裡已經變成真實的 M8XPG1.25 再來試一個 M6XPG1.0的 好 直接按確定 這裡呢 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要更改 D跟P 這兩個尺寸呢 其他螺雅它全部都會幫你畫出來 是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做完 一開始之後 後續 全部都是軟體幫你畫 是非常棒的 當然你不一定是縮小 你放大還是OK的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那今天呢 的參數螺文篇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如果你有相關的問題想要詢問的話 歡迎到底下來留言喔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呢 啊 那 我 知道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